好 弟兄姊妹平安 张伯利谈点说地 今天谈一个很沉重的节目 就是我们在这个春节期间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徐州 有一个是小视频 那这个视频后来被刷屏了 有很多的网评 那么主要是在视频上 看到一个来历不明的 据称是被捡来的女人 她的脖子被她的丈夫 用一个拴狗的链子拴着 然后说话也不太清楚 据说她的舌头被捡了 舌头尖被捡了 然后她的嗓子也被灌了 灌了毒药 嗓子变得沙哑 她被关在一个土房的里面 土房连门都没有 这个大概温度是零度左右 大家知道春节期间非常寒冷的 那么大家都在 这个荷家环具的时候 这个在过过年的时候 都是大家就是吃得非常好的时候 他就两个破馒头弄在那里 他被关在这个土房的里面 那么后来经过这个网络的一些披露 那么他这个女人呢 据说是个疯女人 疯女人 那他的丈夫呢 姓董 他姓杨 那么这个 他总共24年生了八个孩子 然后 这个八个孩子都是 丈夫都在屋里边养着 把他扔到这个破房子里边 用狗链子拴着 过着这个 这个人狗不如的生活 过着这种非常 这个狗都不如的 猪狗不如的生活 非常的痛苦的啊 那么这个就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关注 所以很多的愤怒的语言 谴责 这个就出现在网络里边 那我也在看 这个节目也不太好做 春节的时候 说实话 我们看到这样 非常难过的事情 心里不仅难过 也确实有些的愤怒 但是怎么样呢 所以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我一个朋友 他说 为什么教会基督徒不发生呢 遇到这样的 被侮辱的 被迫害的人 教会却不讲话 那么这个 这些教会 根本就不是神的教会 那当然这个说的 有点过分了啊 教会他本身的 他 他所从事的事情 是不一样的啊 那教会当然关注这些事情 但教会 能关注多少呢 只能是为他祷告 然后呢 这个经济上提供一些帮助 那 所以我们这个事情 我们要回到这个 正常的情况来看 该怎么来面对这样一件事情啊 那我个人来说 我是这几天非常难过 为他祷告 那我觉得教会 这个如果 公开的发生声明 也不解释什么问题啊 但是我个人在 我个人的这个 频道里边来谈一谈 我对这问题的看法 我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违反 圣经的事情啊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心是非常诡诈的啊 人心诡诈 我们看到人的罪 从这里看到人的罪 那么 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把这样一个人 等头牲口看待 拴上狗链子 放在肮脏的土房里边 而且还与他 啊 这个交配 繁衍后代 有人说这个 只有人类这个物种啊 才会有这样的邪恶 这叫邪恶 那么 那后来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当地的政府给了一个回答 当地政府怎么说的呢 呃 县政府调查组啊 成立了调查组 发了两次的声明 呃 按照县委县政府要求 就网民关心的相关问题 先后走访了 调查了 董某人 呃 董某民啊 他及其他的家人 邻居 还有时任的现任的镇的村干部等人员 并查阅了相关的档案资料 现将情况通报如下 这是官方给网民的一个通报 杨某霞 就指这个女人 据说这个女人的名字呢 还是他老公给起的 因为他据说他神经不正常啊 那么于1998年6月 在欢口镇与山东渝台县交界处流浪乞讨时 被董某民的父亲董某庚 啊 已故 收留 此后就与董某民生活在一起 生活中发现 杨某霞有智障表现 但生活上能自理 在办理结婚登记的时候 镇民政办啊 工作人员没有对其身份信息进行严格的核查 2020年11月 公安机关将杨某霞DNA 录入了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 和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对比 至今未比 未比中 亲缘信息 未比重 亲缘信息 没有 match的 调查中也未发现有拐卖的行为 其身份信息公安机关讲继续的深入调查 2021年6月以来 杨某霞病情加重 在发病期间经常摔打东西 殴打家中老人和孩子 为防止杨某霞犯病师伤人 董某民暂时使用锁链 约束其行为 精神状态稳定后 便将锁链拿下 董某民行为涉嫌违法 公安机关已经对其开展调查 2022年11月30号 经市县两级专家会诊 杨某霞患有精神分裂症 专家诊疗建议 仍遇抗精神病药物的治疗 必要时约束保护 防冲动伤人及走失 目前杨某霞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董某民和杨某霞生育 一孩二孩后 镇寄生部门均为其落实 节育措施 但因身体原因失效 董某民也多次采取不同方式 逃避计划生育的管理和职务 此后呢 寄生部门未有及时的 有效的节育措施 自2014年5月至今 民政财政的部门 为董某民家庭落实了 低保和居民医疗保险政策 每年春节呢 中秋呢 为其发放慰问金 其中三个孩子 每学期享受750元人民币的生活补助金 另外两个孩子 每学期享受500元人民币的补助金 村委会多次为其提供了 生活的服务物资资助 2021年镇政府为其发放 微房改造补贴3.7万元 建立新房四间 社会爱心人士也多次为其捐钱捐物 联合调查组将对相关情况 深受调查 对失职读职的工作人员依法处理 公安机关已成立了专案组调查 涉嫌犯罪的将依法处理 封县联合调查组 2022年1月30号 那么这个 这个大概就是整个的 他们一个调查的结果 这里边当然有矛盾百出 我们就不说了啊 这里边有很多问题 如果这个杨某侠是精神不正常 他是怎么结婚的 一般的按照中国的婚姻法 第十一条的规定 这个精神不正常的 有病的人是不能结婚的 不能结婚的 那么所以呢 当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这个现在已经发酵到全世界了 这个西方的不管是英文的主流媒体 还是日本的媒体 以及包括阿拉伯的媒体都已经在报道了 这个成为这个中国的丑闻 买卖婚姻 然后呢 逼迫生子 那这里边当然随意到强暴 随意到绑架 随意到强暴 那这些问题非常的严重 而且呢 后来发现啊 后来发现 这个今天的推特 我看到推特 发现这个董某民呢 现在成了网红了 不仅没有被抓 没有被调查 而且成为网红 开始给他们献的什么婚姻介绍所呀 什么其他的来做广告了 据说他这个收入了很多的 人给他的这个补助 给他的钱帮助 而且还成了这个网红 这个八个孩子怎么来的 八个孩子七个男生 为什么都是男生 而且他这个 从他24年前生的第一个孩子 已经24岁了 23岁了之外 到第二个孩子相差了十年 这十年他为什么没有生育 是不是生了女孩都给杀了 给扔了 这都有可能的啊 那么这个中国啊 对于这个绑架案呢 这个非常的松 这里边也涉及到一些中国 中国人对于妇女的不尊重 那前几天看到中国一个著名作家 贾平蛙 这个也说了 说如果这些光棍 他不买媳妇这村子就没了 也被网民骂得要死啊 那这些都 我们知道我们这些都是不可用圣经旨意的啊 圣经要尊重妇女的啊 这个尊重妇女的啊 要把人当作人 圣经给人权生下来 人就有权力啊 人这个权力有生存权 有牵引权 有追求幸福的权力 那么这些权力在中国几乎都没有 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杨某侠这件事情 我们非常的难过啊 就把人扔到一个小破屋里边 脖子锁着像牲畜一样 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个人啊 那我这个当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前面有一个照片 有两个人的对比啊 据说这个照片当然来自于网络说杨某侠和失踪的四川女孩 李莹的脸部龙廓近似达到90%以上 那么所以呢 这个我们看到说这个旁边这个很漂亮的女孩 她是一个中学生 她失踪了 据说她的母父亲是个武警 后来父亲在找孩子的时候 非常的痛苦 就得病离世了 那这个孩子也没人管了 后来这个她的家人 就这个就呼吁 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啊 大家可以看一个啊 所以呢 因着网络的啊 众民的呼吁 杨某侠身上的狗链子被解开了 然后有一个帮助她的人 也给她穿上郁寒的衣服 可是呢 仍有一条傲慢偏见 其实狗链子的锁子在中国的女性的身上 而且中国的这个在 这个在 江苏 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的大省 江州徐州啊 这个还是一个经济发展大省啊 当然农村是有贫困的地方 他们买卖妇女是非常的严重 据说这个买卖已经变成一个产业链 从啊这个片啊 到卖到买 到这个这个村里的官员 到一直到更高级的官员 镇里的县里的包庇 那么形成一个产业链 形成一个产业链 就比方说这个江州 江苏徐州这个 这个女人生了八个孩子 她计划生育怎么就没有管呢 她怎么生了八个孩子呢 没有人去发现这些问题吗 我看到一个材料说 1986年以来 从全国各地贩卖人口到 卖到江苏徐州市 所属六个县的妇女 有多少呢 那不是杨某霞一个 有个十百千万 四万八千一百名 都卖到了徐州 六个县 有这么大的一个比例 那么这个 这些买卖妇女的是 非常恶劣的犯罪行为 因为在买卖的过程中 涉及到强暴 涉及到绑架 那这个都没有法律来约束他们 如果你在台湾 绑架一个人要判死刑的 台湾是绑架是绝对没有活路的 绑架一个人 这些女孩没有一个自愿去的 当然有的是被骗的 被骗的是找工作呀怎么样被骗过去的 这个我们相信这个杨某霞也是被被骗被绑架 被绑架的根本就不是一个精神病 从这个脉络上分析他原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 因为他会讲英文 他这个是这个 是外地人 好像四川人 会讲英文 那好像会讲英文都是为了高考的孩子嘛 对不对 现在竟然是啊 据说被这个杨某霞的 这个他的公公 就是董某的爸爸 把他弄到家里来 然后呢就跟董某在一个非常不清楚的情况下 结婚 当然在结婚中国结婚 很多就走到后门给点钱 就把婚就结了 然后呢 当然这个女孩子不从 就涉及到强暴 涉及到强暴 然后在强暴不从 就给他灌药 嗓子灌牙 然后舌尖脚掉 说话不清楚 然后用非常恶劣的来毒打他 把他打到最后精神崩溃 最后有了精神病 那么 根据官方的通报来看啊 官方的信息啊 这个是完全是 为他们这个犯罪的辩护的啊 完全为了辩护的 那么其实官方说不存在拐卖行为 他们这样的结论呢 遭到了整个网民的质疑 怎么就不存在拐卖行为呢 那他是名为正取呢 还是怎么样呢 那么官方一直在为自己辩护说他 当然他也承认说 在登记的时候 他们没有调查 没有调查他的背景 这是一个 一个他们的承认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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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说法 让人 这个 非常的愤怒 非常的愤怒 所以呢 我们也知道说 这个 这几天呢 网上也传着一个 法学教授 罗祥的一个授课的视频 他在视频上说 根据中国的法律 非法购买一只鹦鹉 最高可以判多少呢 判 五年徒刑 五年 那么这个 如果非法购买二十个 这个 癞蛤蟆 也可以判到三年以上的徒刑 那中国呢 非法购买这么一个女人 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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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虐待他 然后 又为他生这么多的孩子 他又把他扔到这不管 这样就 根本就没有 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 应该是有法律依据的 这是 这个 有的人呢 这个 知法犯法 有的人呢 不遵守法律 不遵守法律 江苏这些农村的 这个材料说 购买妇女的历史 已经相当悠久了 其实你看到这个 他们这些 当他购买以后 这个变成一种家丑 官员 不想家丑外扬 从法律的 这个 规定来看 中国对于人贩子的 这个刑罚 太轻了 有的孩子 现在叫 孩子就被 骗走了 那些家庭 就简直生不如死的 我在1987年 就写过一个电影剧本 就跟那个 芒山很像 那个电影剧本 北影当然想拍了 后来一直在筹款 后来89年 我出事了 没拍成 这个事情 我也做过一些调查 当然总没写过 报告文学 非常的严重 不仅江苏 这个山西 陕西也非常严重 山西 陕西也非常严重 河北也有 也有 那最重要的 就是最严重的 就是江西 江苏 江苏这个地方 是非常严重 所以呢 从这个 现有的法律来看 中华人民共和的 刑法第240条规定 拐卖妇女儿童的 处5年以上 10年以下 有期徒刑 并出于罚金 若是里面有暴力 虐待的 或者集体贩卖的 那就加重情节 可以判10年到无期 情节特别严重的 可以判死刑 从法律来看 这个 好像量刑 还算可以 可以 但是没有人来 按照这个方法来量刑的 所以呢 2010年到2014年 全国各级法院 判的 那些拐卖妇女儿童 犯罪案件 大概有7000多件 7000多件 最有一万两千多的 犯罪分子 判出了刑罚 那大多刑罚呢 大概都是 这个 五年左右 五年左右 所以判的并不是很重 所以呢 这些刑罚呢 这个 一个是 比较轻 第二个 因为官员的 为了自己的政绩 不想让自己的家丑外扬 不断的在 包庇 这也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方面 农村呢 买一个媳妇以后 全村的人几乎都是结盟的 你想逃出来 非常难 你就是发现了 你想把他东西救出来 也非常难 非常难 这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漏袭啊 这么多年啊 这个中国已经经济发展到这个情况 全世界加入 加入WTO 加入国际人权组织 然后却对这些事情啊 这个 这拐卖妇女的事情 让全世界这个 来谴责 而且自己并不解决 这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丑陋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我们做基督徒的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要为这些受害者祷告 求神的公义能够领导他们 也求主来保守 来营救这些受害的孩子们 无论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我们都要在祷告中 经历上帝 经历上帝的安慰 医治和拯救 所以呢 你看这人要不信主啊 他心里边 他就没有上帝啊 就任意而行 所以圣经说 没有异象 你就放肆 就人就是任意而行 没有上帝任意而行 那我们从这个江苏 这个事件中 我们看到 最近看到 推特中每一天都在变 今天早上看到 新闻更生气啊 这个人 竟然成了 这个 这个 竟然成了这个网红 通过网络开始赚钱 而且通过他八个孩子 筹款很多 成了当地的名人 这个世界真的是 堕落 所以呢 这个我看到 很多朋友们留言 呃 这个 我看到 大家都 是的 这个说 麦克尔村长说 拐卖最高 星期三年 等同于宰杀 二十个蛤蟆 对 这个 这个我们看到了啊 这个看到了 呃 我们这个留言的 我们这个留言的弟兄姊妹留言说 这个违反了圣经啊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不可贪心啊 这个都因为 他们不信 他们不信上帝嘛 他们不信上帝嘛 有时候 这个国家没救了 这个 这个说不买老婆村子就消亡了 那还不如去抢钱了 账号 你不去抢钱 账号就消亡了 所以抢钱也合理啊 这个从另外一角度来说啊 这个国内的大媒体都不报道 都是自媒体在报 看来自媒体还有用的啊 起码可以报道一些国内不报道的事情啊 对不对 这个说贾平娃在为党洗地啊 这个差不多吧 应该是啊 这个说他嘴里的牙齿是在强迫同床 挣扎时全部掉落被拔掉的啊 据说他刚来村子还会讲英文啊 那就说他是有教育的啊 根本不是一个这个他们所说的是他爸爸捡来的啊 所以呢这个 这个说我还看到一个美化人口贩卖的电视剧 女主叫阿霞被卖到农村给光棍当老婆 过得可幸福了 他不愿回家了 这胡扯 这哪有这种事情啊 董某这个说董某只是看着这个女人的看管员而已 给他钱的才是煮饭 八个孩子有不同的爹 但生在他家的一概叫董母未爹啊 这个是啊 这个我们也看到了说这个当地的官员也曾经在这个孩子年轻的时候强暴他 生的孩子最后都不知道是谁的 也说他的家他的董某的父亲董某和他的弟弟也都强暴过的 那这个这个是非常罪恶的一种啊 一个家庭 所以这个应该被绳之以法的 这个不管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对不对 所以那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发生 我们要祷告啊 就像圣经所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怪到极处 谁能识透呢 对吧 所以呢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边 唯有耶稣基督 唯有他的爱 唯有他的光 能照亮这个世界 人们唯有接受他的这个救恩 才能改变 这个我看到一个 一个一本书 呃 04年有一个叫 呃 伯格里的英国传教士来到贵州的一个农村的 苗族的 当时那个那个村叫石坎 石门坎很出名的了 呃 非常落后当时 为了条件很差 村民们一一生啊 只喜四早 性关于混乱 女孩早昏早育 疾病从生 那这个宣教士呢 叫伯格里 伯格里 他来到了这个以后 他就啊 跟这个苗族人同时同住 帮他们治病 啊 然后呢 也创立了苗族的文字 啊 也帮助他们建立了几十间教会 啊 然后呢 还办了一百多个小学 后来又给他们办了医院 啊 还有建了游泳池 组建了足球队 好多人就根据他信主了 那后来呢 就在这个伯格里的 资助下啊 啊 这个 这个这个苗族就出现了一批的博士生 硕士生 本科生 啊 他们到了世界各地 后来据说啊 1946年 以后啊 1946年之前 叫1946年的 中华民国 对这个村子做了一个人口普查 发现 汉人中 每十万人中有 2.19个大学生 当时 而苗族人 每十万人有十个大学生 比汉族人高三点几位 啊 所以呢 你看 我发现那个苗族弟兄姊妹 他们这个 唱圣诗都用英文唱的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宣教是 把把这个耶稣基督的爱光和基督教的文明 带到了这个偏僻的农村 他们就改变了 后来这个到1949年以后 不让信耶稣了 那么这个 这个村子再没有出现过一个本科生 1989年以后有人做了调查 说石门坎地区的儿童失血率高达88% 那你这个 这个你怎么看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国的 统治 对吧 从石门的这个变化 我们看到 人们信耶稣 有民主 有自由 这个是不一样的 不让信耶稣 完全在专制的统治下 就把这石坎村 从一个光明的石坎村 拉到一个黑暗的石坎村 所以呢 这个我们今天看到这个 这个 杨某霞 这是 中国的那种黑暗的冰山的一角而已 这种事情 你看 我刚才看到 整个的 86年以来 这40多年 徐州六个县 卖妇女卖了4000 48100多名 到现在 4万多名 父女被卖 都是杨某霞一样的 这种遭遇 还在苦难中 他们的父母 这个在城市里的父母的心都碎了 有的都已经在 哀痛中离开这个世界 那我们真的是需要 中国人需要神啊 这个现在中国政府现在 不让我们信耶稣 网络上从3月号开始封锁 我这天要做这个节目 我正在做研究 我看他这个政策是怎么一回事 那我们教会也在调整 我们很多都离开微信 我们进入到 Elean 这个台湾的这种 这种软件 社交软件 所以我们要为中国祷告 真的是看到 需要神的光 神的爱 好的 我看到这个 哎呀 对 这个 这说 请问张牧师 为什么女人不可以做牧师和神父呢 谁说不可以了 女牧师很多呀 那女的出家 女的做神职工作不叫神父 那叫修女 有 很多 这说 严格林以前写过类似拐卖妇女的小说 很多人 女大学生 一旦被拐卖到深山 根本无法逃出来 好 那我们今天张牧离谈天书 你们就到这里 这个盼望弟兄姊妹 为这些祷告 在国内的弟兄姊妹 看好自己的孩子 这个太不安全了 一个孩子长大了 好的 愿神祝福大家 今天张牧离谈天书 我们就到这里 好 好 看啦 我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